他非常非常喜欢恐怖片 我就是被他拖进水的 对 我已经拍了有五六部恐怖片了 千千也拍了有三部的 都是被我拉下水的 就我们俩现在已经是俨然 王祖贤 AB 组 没有 所以我中斯是我最后一部恐怖片了 真的吗 收山了 收山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收山之座 看曲约组对我这种经历 特别怕 比如说地下停车库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你去厕所啊 独自骑狗都在家里 这种恐怖元素实在是太吓人了 你们自己拍的时候 会不会有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自己回去也会怕怕的 我还问停车场裸奔那个 我是蛮害怕的 就是晚上走夜路的时候 或者是晚上自己睡觉的时候 都会很害怕 我总感觉就是有当东西 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在酒店睡觉 就是他会告诉我听 他说你有没有感觉到某一个方向 某一个方位有个人在那盯着我们 我们就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我跟他只要在一起 就能感觉到这种东西 特别诡异 拍完这个戏就更别说了 晚上睡觉根本就不敢关灯 我还好 我是越恐怖越害的一个人 很少能笑我 但是他直接就是被鬼 我蛮倒霉的 就是平常拍恐怖片就发烧 他发烧40度 41 所有人都吓死了 对 因为大家以为我在装嘛 就说你装什么呀 一摸全部都吓到了 然后医生也说 医生说我们现在只能打屁股针 不能打掉针了 打完打完屁股针走吧 然后一眼体温41 他说打掉针吧 打了六瓶 那现场会不会拍的时候 因为我看就是 比如说我们香港出现的灵异片 都会出现 这种恐怖片都会出现一些灵异的现象现场 哇 那问导演了 导演有了 我们有诶 你真有诶 是吗 我们是有那个 那个 地下通道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对对对 拍那场戏的时候呢 就觉得很冷 然后但是我们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就还是坚持把这些拍完了 结果在做后期的时候发现 有一白影在那个我们的身后 飘来飘去的 对对对对 对是做剪辑的人他发现的 他就一直问我们说这个人是谁 我说我们片场里没有这个人 所以 是吗 是吗 我们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疲劳过度 可能幻觉的感觉 其实 但是后来我问了好多人 确实那有一个白影 我也不知道是看热闹的还是 但是当时凌晨四点 不会有人在看热闹了 然后我们剧组的人 都是在我们现场 要么在导演以身后 要么就在现场忙 不记得会出现那么一个 而且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出不来 是这样的 而我一看电影就觉得 这个小女孩印象特别重 就是台套 它是有一种 冰纷纷的很恐怖感觉 其实很可爱 其实很可爱 它是我们的影后 对 特别会演戏 对 对 在戏场去 小孩子怎么揣摩这种 一经走的 他特别聪明 那么不需要教他 有像我们在 在殡仪馆那场戏 那天我怕吓着小孩子嘛 然后我就说 嗯 我说妹妹 我说一会儿拍的时候 你就也不高兴就好了 不要说话 他说 妈妈怎么了 我说 因为那场戏是 他妈妈去世了 我说妈妈 生病了 他说不是死了吗 他就说 死了不就是该哭吗 我说 对 他特别聪明 特别聪明 那其实拍01就是这种 也特别辛苦 大部分戏都集中在晚上 或者说 一些是这个叫 普通的场合 大家怎么客服呢 我看还有八学床 他还是把我的衣服 就是在里面 施虐者 哈 这个其实我要感谢 所有的演员 就是翟文斌天天 然后包括梁静代理 包括张瑶 就是我们是在北京 最冷的状况下去拍的 都临下二十几度 1月3号开机 然后他们 要把他们拍得很漂亮 所以他们要穿得很少 很薄 每个人都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们付出了 特别特别多的努力 你说怎么克服 就是那么克服 就是那么咬牙过来的 在天台上 不论多冷 他们还穿着那个睡裤 站在那边 然后那个嘴 可能都已经 发音发不清楚了 拍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咬牙 把每一台词 尽量地说清楚 表达清楚 包括拍水下的时候 那么冷的天气一下 他们在水下一泡泡一天 所以我觉得 作为创作者 我们都很感动 而且我觉得 他们的努力 证明一点 就是我们电影 是足够用心 去做的一部片子 我觉得 可能他们每个努力 大家在大荧幕上 都能感觉得到 我觉得 如果观众的喜欢影片 付出是值得的 就是拍电影 它不同于 别的艺术创作 其实尤其演员 是非常非常投入 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 就真像 扒一层皮一样 其实如果是 搞过表演的 如果是一个 敬业的演员 他能感受得到 就拍完一场电影 就跟徐托勒一样 因为那他每个人 都是精疲力尽的 那毕竟是在里面 泡水泡了一整天 然后前前那么冷 恐高 他还要在上面 反反复复 反复复地折腾 其实也没有 说过一丝抱怨 因为这就是你的职业 没有办法 就像导演 是我们的职业一样 必须得面对 这些东西 那各位对票房的预线 怎样的预线 反应一下 哎 怎么回事啊 就要我们那个 制片人徐文啊 对啊 对对对 那个 拍片的问题 什么的问题 应该都问我们 制片人徐文吧 对 我们现在争取 票房能好 因为我觉得 既然他们有诚意 做了一部 这么有价值的作品 因为我们是 不乏加官的恐怖片 所以我觉得 还是希望 它有个好结果 对 我们相信 我们制片人徐文 我是觉得 首先我们 我们努力在做电影 票房呢 可能会有很多因素 去定吧 当然我们 作为导演来说 我一直说 要对三个事情负责 第一要对影片负责 第二对观众负责 第三要对制片人负责 我们从我们的 主任意义上 我希望 投资人可以收回成本 可以让他们有营 才会有循环 才会让后面的创作者 有更加发挥风筋 让中国电影这个市场 会能量性循环起来 让真正有诚意 去做电影的人 能得到他们的回报 而不像 好多 二点几分的大烂片 也可以有那么高的票房 这个让我觉得 实在是挺接受不了的 或者是外国 他也二点几分啊 我不知道 你是那张画吗 是吗 然后还有的外国导演 跑出来骗钱的 这种大烂片 我也挺受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 诚意之所以 还是到影院里 去感受一下 我觉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